各位電影師妹你們好 很開心和大家一起 真是開心的 今天的訊息就是 人的信念、情緒和行動影響一生 我們上個星期都有講到 關於我們的情緒反應 當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有情緒反應 我們有我們的思想 即是我們的信念 而這個信念就會影響我們的反應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兩個人都是基督徒 都是已經年紀大了 兩個都有侍奉很多年 而當時發生什麼事 他們兩個都有一個絕症 兩個都面臨人生的 到最後的階段 第一位 他就說 我侍奉這麼多年 到最後又是要病 接著又要死 為何神會這樣 這是第一個人的信念 第二個 這個人你當然聽他這麼說 你就可以想像他當然是不開心 為何會這樣呢 第二個 他說我一生侍奉神 神又歡喜 神又祝福 現在我就快見耶穌了 你們就見到我 不用為我哭的 不用為我憂傷的 我很快見到耶穌 我很開心的 我是一生所謂耶穌做的 全部在天上有紀念 神會永遠賞賜我的 你們都好像我這麼愛耶穌 這個另一個人 他的信念是不同的 但之後那個後果是很不同的 第一個就會很苦悶 哎呀 我侍奉這麼多年 我都是要病死 其實人人死的時候 都會身體有些內臟有些問題 或者他死的時候 都有辛苦 但其實現在辛苦 其實現在來說 是不用很害怕的 因為有孖啡針 而孖啡針有兩種的 我告訴大家 第一種就是 你到時到後 就吃一點就可以了 孖啡可以吃的 吃一點 第二種就是 孖啡的drip 是什麼呢 躺在床上 滴入血管 那個人是完全好像睡覺一樣的 在睡覺的狀態離開世界 所以最痛苦的 就可以用morphin drip 就是滴孖啡下去 他根本是感覺不到痛苦 這是現代科學的一個很大的進步 所以大家不用怕死了 到時我又痛 又這樣那樣怎麼辦呢 這個孖啡的滴 下去的血管裡面 是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但依然有些人就會說 他覺得 如果我這麼忠心是奉神 我應該結局是很好的 其實有時什麼叫好很難說的 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 其實有人照顧他在一個病床 他不是在街上 不是在某處都是好的 或者甚至有人被迫白死的 都是好的 就是怎麼看法的 但第一個 當他有埋怨的心態的時候 他的信念就是什麼呢 神應該令我很舒暢 真的睡覺睡著了都不知道就去了天堂 他可能覺得好一點 他當他有病痛的時候 他的信念就覺得 神對我不夠好 於是他的內心 他的信念就影響他的情緒 他的情緒就影響他的行動 他的行動會什麼呢 他見到別人都是會說 哎呀 神都不幫我的 哎呀 神都不在這個時候祝福我的 他的行動就是吳榮耀神的 但另一個人就平安喜樂 我希望我將來都是這樣 我打算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到時來探望我 我就會說 耶穌祝福你 我很快去那個地方很開心 我也希望在那裡見到你 還有希望見到你是果子類類 你所有的事奉神永遠記得 當我有這個信念 就是說 其實人生總是有一天要離開 我們在世上只是客旅 只是寄居 暫時住住而已 暫時住住 有多長有多短也不重要 就算辛苦其實也不重要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是很窮的 那時候我還記得 冷天都是用冷水洗澡的 那怎麼辦呢 飽動了 水弄下手和腳弄冷 然後適應了溫度 然後一聲衝下去 但是又是這樣生存 又不會覺得很慘 其實在貧窮的時候 有貧窮的日子 那時候那些牆全部 尤其是在一個廚房那裡洗澡 廚房做完洗澡 那些牆、灰水都掉了 那時候其實環境和現在很不同 我還記得當時因為家人賭博 我到時買的衣服 可以忽然間失蹤 就是拿去當作 就是家人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呢 我其實又不覺得很辛苦 尤其當我一信耶穌 我看到人生可以這麼有盼望 有開心 尤其我1998年經歷聖靈充滿的喜樂 我真的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就知道我是償到天堂的愛的億萬分之一 就是那種愛 哇 充滿到不得了 就算我只是在彈琴那首詩歌 《唯願有耶穌》那首 我也感動的 我真的很感動 到有一天 我要面對死亡的時候 終於到了那一天 唯願有耶穌 或者在孤單的時候 或者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都很開心 我們有這位這麼好的神 我有這個信念 我整個人人生都會平安喜樂 還有行動是經常都榮耀神的 我見過不少基督徒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埋怨 埋怨人 甚至埋怨神 因為他們沒有懂得數算神的恩典 有些人說 怎樣數啊 其實我們很簡單怎樣數呢 我們身體有健康 有些人說我都有些病 但我們數一下我們身體 很多地方健康的 其實我們健康很多年 人終於可能會有病 不過其實有很多年 我們都可以享受生命 我們又有花草樹木 蝴蝶 鳥仔 這麼漂亮 這麼香 其實神做的事情 什麼都齊了 有香味 有舒服的感覺 就算人的手搭一下你 抱一下你 是舒服的 神做人 即是可以享受 神做的動物 都是會享受的 我有時喜歡看動物的影片 看到影片 因為我很多時候在網上搜尋不同的資料 也有時有些動物 因為我看開動物的那些 我和太太一起洗碗 多數是看小鳥 有時我會給她一些有趣的動物看 看到那些動物真的很有趣 那些動物 怎樣看到主人那種開心興奮 我剛剛今天看到一隻狗是怎樣 他就看到對面那個人 即是一間屋子和對面隔一條街 他就看著對面那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很喜歡他 他經常都看著他 那個人又很有反應 弄了一條線 就把禮物送給他 送給那隻狗 給牠咬骨頭 一些玩具 送過來給牠 他的主人也很歡喜 看到那隻狗真的很有反應 神就是這麼有反應 所以牠做狗也是有反應 其實有很多人不只是養狗 貓有反應 養那些鵝 有隻鵝 主人對牠好 牠看到那個主人 牠會這樣養牠 這樣走去主人那裡 有些小鳥 主人經常餵牠 其實牠是野料來的 不過餵牠 牠自己走來那個主人那裡 這些都是看到 神做的動物 都是很有感情 神就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們就 多謝天父 神有感情 動物有感情 我們人有感情 基督徒更加有感情 其實基督徒是很幸福的 有很多人在世界上 是沒有什麼真的朋友 雖然我都告訴你 有些基督徒不是很基督徒 真的有的 我們希望我們這裡 都是真基督徒 是愛主的基督徒 愛人的基督徒 是會關心人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訓練大家 去關心人 去幫助人 你來到這裡 我們會幫你 我們都會有弟兄姐妹幫助你 就是 真是關心你的情況 是沒有條件的 譬如這位姐妹 我特地在網上不說她的名字 我是很多次幫她的 很多次的 我又很開心她的反應 其實我們中間也有些人 你們都多次我和你聊天 幫助你 都是我樂意去做的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念 我們的神真的很疼我們 很好的 所以我們想到神就歡喜了 想到神歡喜 我們的信念不同 我們什麼事情發生的情緒都不同 我們的行動都會不同 我們上一節講過這張slide 就講到感受和情緒的分別 感受只是情緒的一部分 感受可以是我們以前講過 有這個六樣 六類其實都有更多的 不過這個大類比較多些 多些情緒是屬於 多些感受屬於這六類的 就是英文容易記些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s 開心 第一,Glad, Sad, 憂愁 Made, 憤怒 Afraid, 懼怕 Ashamed, 就是羞恥或者內疚 然後受傷 這就是人在不同的情況下 要有的感受 其實人一定有的感受 如果沒有感受 它是一塊石頭 它不是人 是人 是人都一定有感受 無論是好的東西或者是不好的東西 我們見到好朋友一定會開心 我今天見到冰很開心 我看見他真的很開心 我們見到好東西一定會開心 見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一定會有一些不開心的反應 一定會有的 不過問題是這個反應有多久 有些人一輩子不開心 我們處理生命 我們就不希望一輩子都不開心 我們必定有那個反應 問題就是我們之後怎麼處理 好了 我們有感受 身體會有感受的 這個是幫助我們留意到我們的感受 譬如說 覺得個人冒冷汗 即是很害怕 或者很懼怕 很畏縮 這樣的時候就會冒冷汗 或者出熱汗 很憤怒 很激氣爐草 或者肌肉緊張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 譬如我說 他手握著拳頭 很硬 即是他裡面有些很激氣的東西 我們的身體反應是會告訴我們 譬如說有時候 有些東西 你一聽到一個消息 他會馬上噴一聲 好像血衝上頭 這就是我們即時對那件事的感受 我們有這些感受 我們便留意 到底我是心靈感受什麼 因為人其實影響我們最重要的是 心靈的感受 最重要 不是我們貧窮富有 最重要的是我們心靈感受 譬如很簡單 大家想回小時候 很多人想回小時候 有些人想回小時候 有些人想很開心 真是幸福 你是幸福的 你想回小時候是開心的 有些人想回小時候 哎呀好辛苦 一想到開心還是辛苦 到底那個經歷的感受是什麼 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很大壓力 有些什麼的感受 我們便會想回那件事 或者有時候想到一個人 我們想到這個人帶給我很多歡樂 我們想到這個人 或者給我很多壓力 通常來說 我們不是那麼在意 他是不是讀很多書 很厲害 他的才幹 我們不是很在意這些 我們反而在意什麼 他怎樣對我 他對我令我開心 我們便會記得 這些是會影響我們的 所以我們便留意 我們身體的感受 我們心情的感受 因為心情的感受影響我們整個人 有些人一輩子都是不開心 其實有時候我們選擇的 就像我剛才說的 有病的兩個人 一個是不開心 一個是開心 當一個不開心的人 當他有不開心的時候 他在世上的日子 還是不開心的 他還是在苦路裡 但是另一個就說 我隨時見耶穌 我隨時見耶穌 我很開心 這樣的時候 他的行動也會不同 他以後生活也會不同 當我們有這個感受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評價 或者是信念 就是說 到底這件事發生 對我們是怎樣的 譬如說 那個人對我不好 我們會有這個分辨 我會覺得這個人對我好 對我不好 或者我們的信念 當然我希望大家都會說 神真的好 有時候有些人的確會說 神也不知道是否對我好 有些人會有這樣的信念 有這樣的懷疑 有些人對於自己的信念 就說 我是蒙福的人 我是開心的人 我可以開心心的 這種信念 接著就是會帶來的行動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很平安 輕鬆積極開心做人 但有些人就很辛苦 所以原來我們的感受 和我們的信念 就是對於我們的經歷 的信念 是會影響我們一生的行動 我們一生到底是一個 開心快活人 或是不開心的人 是在乎我們怎樣 我們的信念 我們發生的事 我們怎樣看法 很簡單問大家一句 你覺不覺得你是幸福的人 如果你覺得是幸福的 那你這個信念 就是我是幸福的 這個信念是好的 那你的人都會開心的 但如果你說 我覺得自己很慘的 我是經常被人遺忘的 經常被人傷害的 那你的信念就是 自己是沒有什麼價值 其實是辛苦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是希望大家有這個正面的信念 好了 第一點就是講到 人的負面信念和情緒 影響一生 譬如有些人覺得 我自己不夠聰明 不夠美 不夠好 自卑感 有影響 自卑感會影響 有些人說 我真的不夠人那麼厲害 我讀書又不夠不厲害 我賺錢又不夠人多 什麼都不夠人好 但是神會補足 因為神簡選那些軟弱的 叫那些智慧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簡選那些慾絕的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那就是神是可以使用我們的 無論我們有多軟弱 都不要緊的 有很多人他們發生的事 是令到他那個心裡面受壓制 被壓制無助 或者被壓迫 很不滿 急躁 或者被人藐視 低沉 很慘 人們就會有這些感受 然後有這些信念 覺得自己很慘 而有些人就會誤會神 沒有幫助自己 埋怨神和質疑神 所以耶穌也會 都會說 為何神會這樣做呢 這就是他的信念 他的信念是什麼呢 神應該令到我生命 有些好好的 應該我的丈夫太太 都是很好的 對我很好 因為這件事 真的在乎你的配偶是怎樣對你 有時候配偶真的對你不好 不關神事 是那個人的事 因為神想改變人 但是神不會強迫他改變 有些人的配偶不好 就覺得神沒有把好的配偶給我 其實有時候責任在自己身上 但是很多時候人就會埋怨神 埋怨神質疑神 他就會受影響 我們首先就是 從聖經建立 對神、對自己和對人的信念 就是我們認識神是多好 認識自己是多寶貴 以及人都是神所愛的 這些觀念都是會幫我們整個人的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我們一起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這裡說到 這個世界所有一切 全部一切 以及住在其間都屬於神 全部是神的掌握 都是神所創造 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比李嘉誠更厲害 有些人說做李嘉誠的兒子 有些人說做李嘉誠的兒子 就好了 小時候什麼要什麼都有 但其實我們的天父什麼都有 有些人說 李嘉誠很多東西你都沒有 他喜歡有遊艇 多少個遊艇 多少個飛機 你都沒有 但是神給我的足夠 我想搭飛機都有飛機搭 不過不是私家 我想搭什麼車我都有 就是說我們雖然不像他這樣 但是神會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譬如我們復興宣教事工 你們奉獻進去復興宣教事工 我們幫很多非洲的牧師 幫他們學習 並且在他們很多困境之中 我們都幫助他 我們都不斷有不同的困境幫助他 就是神給他資源我們 我們多謝神 只要我們聽神說 我們個個都可以提升的 你相信不相信 你和旁邊的人說 只要你跟從神 你一生是可以不斷的提升 不斷的提升 是有無限的潛質 是非常好的 就算我到現在這個年紀 但是我依然相信 我以後的日子比以前更加好 我以後的日子 可以祝福更多人 更開勞 我剛剛在加拿大 有一個人找我 他其實在網上偶然間看到我的影片 他看的時候覺得好像回答了他很多問題 因為他心裡有些地方困惑和不知道怎麼做 當他找到我的資料 他很開心 他寫了電郵給我 然後我回覆他 他又很開心 然後我又叫他和WhatsApp跟我溝通 我打電話給他 他即時開始學習處理生命 他也有處理的 他即時問我 到底你是怎樣處理的 你是否一經歷聖靈充滿 會立即處理完 那我就解釋給他 我即時有動力 不過 我的處理過程 都是有快又慢 以及我即時親近神 我即時處理 以及我如何慢慢 神給我不同的教導 那麼他聽到是很開心的 他還自動匯報給我聽 他說我今天進度怎樣 他說我現在有多少進復 那麼我聽到是很開心的 好像我也聽到他講的進度 我也很開心的 其實你們說給我聽的進度 我也是很開心的 譬如後面那位姐妹說到她為人祈禱 她經歷聖靈 我也很開心的 你知道吧 我聽到很開心的 那麼這些都是神 神是有所有資源在這裡給我們 我們就不要說 神啊我想有的那些 你又不給我 我們每個人不同的 我們每個人有的不同 不用一定要有人那些 你有的那些已經足夠的 好了 聖經講到 神會給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有把萬物和他一同 百百的賜給我們嗎 就是神把他的兒子都給你 你有沒有人把他的房子給你 沒有 有沒有人會把他的兒子給你 不會 但是神他的兒子都給我們 也都會把萬物一齊給我們 所以 只要我們肯走神的路 你就會進入高的層次 怎樣高的層次呢 你會有更大的經歷 經歷神的同在 平安喜樂 你會有更大的恩賜能力 幫助人 聊天 輔導人 為人祈禱 都會有更大的能力 你會逐步提升 神會給你機會去發揮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課程的目的 不單止為你們 亦都是網上所有聽我們這些信息的人 每一個 你都可以大大給神使用提升 因為神已經把他的兒子都給我們 賣物都給我們 所以 我們只要走他的路 必然 整個生命都提升了 而聖經的講道如何得到神的祝福 也不難 我們一起讀 高林多前書二章九節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事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然後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由耶穌說 卻還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你就以耶穌為樂 耶穌說 要使你成家地的高處 這裡講道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聽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是你想都想不到 我自己都想都想不到的禮物 神賜給我 你都會發現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幾個人 你覺得神已經給你一些 你想都沒有想過的禮物 有幾個有經歷過 這件事 都有很多個 這就是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 更加愛耶穌 你領的禮物更加多 更加開心 更加有喜樂 有平安 有盼望 真是想到前途 光明一片 你是否這樣想自己 光明一片 而不是說 很慘 我做不到 做不到要怎樣 求耶穌赦免 求耶穌給力量 我一嘗試去做 神就會祝福 關心神的國度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先求祂的國 首先就是想多些人信耶穌 第二就是讓耶穌做王 那就是祂的國 在心中耶穌說 耶穌吩咐我 感動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感動我關心人 我就關心人 感動我去做什麼 去侍奉神 我就侍奉神 還有祂的義 遵從聖經的吩咐 這一切就加給你 你的生命就完全不同了 我自己真的 我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我小時候是不懂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家裡經常都是罵的 所以我在小時候 是沒有笑這件事存在的 但是當我相信耶穌之後 是很多的喜樂 很多的開心 在教會真的經歷很多好的人 很多真的在我每一間去的教會 我都經歷過一些好的人 是令到我心裡面是記得的 還有是會懷念他們的 有時候我在網上找回 我有時候找回 我以前的同學 以前有些教友 在網上和他們溝通 那都是令到我很開心的 那時候我在大學的同學 我找回他們 他們都說回 因為我們大學 有一個 它不是那一年 是這麼多屆 都有一個畢業生的一個群組 我參加了之後 我後來就把我的見證 簡單地放下去 還有說到我放了一張照片 就是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那張照片 幾個同學回應我 是很多年之前的 因為我當時是七七年畢業 七七年 可能你們有些都未出生 七七年畢業 那時候的同學 全部都好像我這麼大 或者更大 我真的覺得 其實當時的經歷 給我其實是很開心的 我在大學那三年是很開心的 在外國 但那些人對我很好 我還記得有些同學帶我去玩雪 帶我回家 就是跟他家人一起去玩 有些不同的 有同學見到我 那時候我也沒有送過收音機給我 有不同的地方對我的幫助 帶我去富二晚 Kathryn Kuhlman的聚會 也是有同學帶我去的 就是那位很有恩高的同學 我感謝神 我感謝神 神就歡喜了 我讓耶穌作王作主 神就在我生命中祝福 在路加十一章二十八節 之前二十七節 有一個婦人跟耶穌說 她說懷你胎和預養你那個有福 耶穌沒有說不是 她說是 即是瑪利亞 是 不過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所以這裡告訴我 瑪利亞本身因為她生耶穌 到底她的福 是否超乎普通人 從這個經文不是 她說不如聽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當然瑪利亞也是遵守神的 不過她的福 不是因為她生耶穌 是因為她遵守神的話 即是說 瑪利亞有福 不過不及於那些聽神的話 而遵守的人有福 以及以賽斯五月八章十四節 你就以耶穌為樂 耶穌說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叫你去高處 就是我以耶穌為樂 神這麼多好的東西 我就以神為樂 我歡喜快樂 神就叫我們去一個高處的地方 越來越尊貴 我們看到什麼呢 原來神對每一個人 只要我們聽祂說 愛祂 不難的 你經常說 感謝天父 一有罪 就求主赦免 求主幫我改過 因為罪破壞我們生命 我們聽說 神一定喜歡 所以 其實討神喜悅 並不是很難的事 這個經文真的很漂亮 其實我有一首詩歌寫了 都是用這首經文的內容 我們一起讀 薩加利亞書九章十六節 當那日耶穌說 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 拯救他們 因為他們必像 官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他的地上 有一首詩歌我所寫的 我是你官面上寶石 也是你眼中的寶寶 就是由這句 和另外一個 我們是神眼中的寶寶 他是我們官面上的寶石 這裡他說必像 他沒有說到神的官面 不過 官面上的寶石 到底是 普通的一個官面放在這裡 還是神的官面呢 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 這裡所說的 就是神的官面上的寶石 我們是 是 榮耀神的 是將神的恩典彰顯出來的 總之我們都是非常之尊貴的 我們是 官面上的寶石 我們是神很體重 很喜歡的 就是神見到我們 就歡喜快樂的 我祈禱都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都經常這樣 祈禱 感謝耶穌 我愛耶穌 耶穌就歡喜了 耶穌在笑 哈哈哈哈 我就歡喜 我真的 其中一套都是這樣 我一喜歡神 神就喜歡了 有些人可能 你說 哎呀我好難像你這樣 為什麼你這麼開心 這樣 因為神真的 很好的 他真的 聖經說了 我們愛他 我們歡喜他 我們以他為樂 他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他就提升我們生命 他就為我們預備 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還有這裡就是 摸他眼中的同仁 誰搞我們呢 這個獅子這麼兇 你敢不敢走過來摸他眼 沒有人敢摸他的眼 任何人侵犯我們 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仁 所以我們不用怕 人不能夠傷害我們 我們再講多一點點 我們就會停了 因為我們看到時間 我就不會講完今天這個PowerPoint 我們先講一小部分 處理依賴感和過度依賴人 因為很多人不開心 我們處理就是 很多人都是因為人而不開心 配偶不好 子女不好 父母不好 周圍的人對他不好 這些經文是幫我們看到 我們是尊貴 我們不用 不是靠人的 當然人生一定有靠人的 父母一定是養你 我們一定要靠他 小時候一定靠他給他養我們吃 你和家人在一起 一定是有互相的依賴到某程度 但是我們不是把我們生命依賴他的 這個講到就是 我們是很寶貴 我們是很重要的 我們這次講的是什麼呢 一些信念 神是把他的兒子給我們 所以萬物都給我們 神是體重我們的 我們是他冠冕上的寶石 是他眼中的銅仁 於是我們知道 我們是很寶貴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不受任何人的影響 這個就是那個信念 因為我們上次講到 有時候處理人的問題 有時候很困難 那怎樣處理到呢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寶貴 人不能夠拿走神的禮物 詩篇一百三十九篇五節 我一起讀一下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就是神其實時時和我們一起 尤其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主耶穌我需要你 多謝天父 神的平安就會來到 你一讚美神 覺得有平安就是神和你一起 我來講 我一讚美神 即時的能力進入 即時喜樂進入 那你說 可能你說很難 其實我們幫大家怎樣親近神 我們已經有些人 就開始經歷喜樂 有些人就經歷 我們上個星期 一位姊妹已經開始經歷喜樂 又有不同的人 曾經有不同的人 經歷喜樂 經歷神的能力 按手 經歷神的同在 所以我們知道 神真的和我們在一起 還有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我就不自搖動 因此我的心 下面的老母寫到 因此我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即是說 我有神 我就不會被人影響 我就會站穩 不受人影響 我不用怕家人 丟下我 雖然 當然我們不希望 這些事發生 但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的生命 是非常之寶貴的 還有 神是很喜歡我們 這些經文都說到 神很喜歡我們 我們一起讀 因為耶穌說 喜愛他的百姓 即是說 信靠他的人 神很喜歡 還有耶穌說 喜愛 敬慰他 和盼望他 慈愛的人 即是我們敬慰神 尊敬神 和盼望他的慈愛 神就很歡喜 神很喜歡 敬慰他 尊敬他 和盼望他的慈愛 臨到我們身上 而神在我們中間 歡恩喜樂 麥而愛你 請恩你喜樂 而歡呼 神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呢 一想到神 我就說 我知道神看中我 沒有人能夠拿走 我的禮物 所有的禮物 神都不能夠拿走 還有我們做得不夠好 我們悔改一個罪人 悔改天上 都要為祂歡喜 我們這次停在這裏 以後我就講講 那些討論問題 因為 下面還有更多經文 我們就不理會那些討論 下次再繼續講 我們就看那些討論問題 這裏我們有這個經文 剛剛讀過 有些人說 幫助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神幫我 我就不用怕了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這樣討論一下 當人被人辱華之後 心中長期受傷 他的信念和以後的行動是什麼 就是很多事發生 我們的信念是什麼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事發生 有些人會說 有不幸的事發生 有疾病 又被人罵 被人傷害 有不同的事情發生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如果長期受傷害 信念會是什麼呢 人會有什麼信念呢 哎呀我好慘啊 我沒有盼望啊 我有的事都會失去 我沒有把握啊 人們會有這些不同的信念 如果我們幫助人 這個是建立靈命 幫助人 也可以幫助未信的人 他有時候想不到 我們可以問他 譬如說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罵完 你覺得怎麼樣 譬如說 我不認識 我不知道 他怎麼都會說不開心 我們會說 你會不會覺得 好像 那個人不喜歡你 遺棄你 故意傷害你 故意激你 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當你有這些感覺的時候 有沒有影響你之後不開心呢 其實很多人活得不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被人遺棄 被人罵 被人傷害 那個信念是什麼呢 很多人的信念 大家想回你被人傷害 你的信念會不會是有時候說 哎呀我真的很慘啊 我受了很多人的傷害 很多人氣傷我 我就覺得做人很困難 這個就是可以人的信念 然後第二點 就是如果我們被人辱罵之後 我們可以怎樣堅持我們的信念 幫助我們處理被人罵的情緒呢 我們每個人都被人罵過 我也被人罵過很多 我就堅持處理 就說呢 如果我有錯 我認錯 有時候我太太也會提我一些東西 我需要改的 那我就會特地告訴自己 其實我心裡當然會有些不開心 就是說第一我自己做錯了 第二呢 他會告訴我 但是呢我就會選擇 我告訴他 多謝你 我嘗試去改 留意 那他是會 就是覺得他跟我說是有用的 我也都是正面接受 那時候呢我的信念就是 我太太是我的幫助 但是如果我說 啊 我有這麼多好東西他又不看 他就看我不好的 那麼他就說我不好的 哎呀真是激氣了 那麼我可以激氣 就會拒絕他 但是我就不想有這種關係 我就想是 接納他所說的東西 那麼呢 譬如我剛剛講加拿大那個弟兄 我跟他講這個經歷 他說 哎呀 你說完我馬上有認同 因為我跟我太太之間都很難溝通 有時候他講的那些東西 我都不喜歡聽 我又不喜歡 不開心 但是呢現在來說呢 我會說 我選擇 當他提議我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會留意 我會覺得這個是一個禮物 幫我提升 那麼所以呢 被人說都是可以有不同的反應 那這個座呢 我太太是善意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是罵人 真是罵人的 罵到你懵的 那那些呢很難受的 那怎麼樣 那我們就需要學習 就是說他罵我是他的問題 他身上很多憤怒 很多不開心 他會罵我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放在心上 我就受傷害 我就以後都不開心了 那所以呢 我就告訴自己 他罵過我都不要緊 我不死得的 他罵我的話 早已飛去哪裏 不知道去哪裏 神是會保守我 祝福我的 那我就不受他罵我的影響 就算他即時說我 我即時看著他 我都不用生氣 又不用受傷害 即時說不要緊 我可以處理就處理 要不然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說我什麼地方 我不用那麼緊張 這個經文 我們正先沒有讀到 不過我讀完後 我們討論 討論這兩個經文 詩編23篇第5節 在我敵人面前 你說我擺切賢夕 你用油膏戀我的頭 使我的腹杯滿日 這個擺切 錯了的字 這裏就有人敵人攻擊 但是神為我擺切賢夕 什麼意思呢 人家攻擊我好像想踩下我 但是神叫我 好像在他面前有封聖的賢夕 即是有很好的禮物 敵人見到我都說 你整天都蒙福 我想攻擊你都攻擊不到 你有很多禮物 我們就有很多禮物在我面前 你用油膏戀我的頭使 我的腹杯滿日 即是在舊約的時候 那些黃仙之祭師 有高油 貴重的高油 高他的頭 這裏講到神的福杯 神的恩典 他說我的腹杯滿日 我的腹器充滿了 所以有敵人攻擊我 在這件事上攻擊我 就在這件事上神祝福我 譬如我曾經被人攻擊 就幫我更加倚靠神 還有我不受人影響 並且我幫很多人不受人影響 這件事上我是更加得勝 更加成長 就是我相信 什麼事神都是掌權的 神是話事的 神會祝福我們的 OK 這裏我們下面那裏不看了 我們只看這兩條問題 今天可以用這兩條問題 就是應用在這兩個經文 應用在有些人傷害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不受的影響 可以怎樣應用用來做討論 是幫助靈命的 那你在小組裡面可以這樣的 可以有人說出曾經有個經歷 其他人可以幫他 或者是扮演 那個人其實不是的 不過扮演有受傷害 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祝福我們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神看錯我們 我們個個都是很寶貴 在神裡面是很寶貴 是很重要的 我們是神眼中的同仁 是你冠冕上的寶石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擔心人 如何對我們 神一定保守祝福的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我們有神萬事足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可以開心快活做人的 多謝天父 哈利路耶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 我們深信我們是寶貴 於是我們就不受人影響 湯姐齊 福多謝天父 師父 記者 福多謝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